上次我們講過的是怎麼樣讓電腦 印出目前的狀態暫時的結果 還有這個如何讓我們從鍵盤 這個輸入這個文字 然後讓電腦能夠知道我們的這個意圖 可是光光只是讓這個電腦 這個知道我們想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把這個結果印出來 那這一定是不夠的 因為我們的電腦要有用的話 那一定要讓它能夠進行一些這個演算 對不對 那因此這個最基本的這個電腦的應用 那就是要能夠讓它進行這個計算 那因此我們這一週 那就是從這個實質變數跟這個預算式 這個觀念來說明 那麼這個實質變數跟預算式 就是這個單元我們預計要在大概今天 這個三節之外 那麼要預定到下一個禮拜 才可以把它全部交完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這個介紹 這個變數跟這個運算式的這個觀念 這個運算式跟這個變數的這個觀念 我們預備以這個八個 這個小節的這個部分來完成這個介紹 那我們預計今天要進行的這個進度 大概是從第一節的變數宣告與色值 到這個第五節的這個地增與地減的這個算值 好那我們看一下 首先說明的是變數宣告跟這個色值的這個觀念 在我們這個上禮拜的這個討論裡面 我們已經曉得所謂的這個變數 其實就是在這個計算機的這個記憶單元裡面 然後它可以這個宣布 某一塊這個記憶的這個區域 是這個要預備存放 這個一些這個資料 那麼這些資料的這個內容 其實一定就是這個0和1的這個組合 對不對 好 可是我們可以曉得的是 這個上個禮拜 我們用0跟1的這個組合 來表示出這個HELLO五個字元 對不對 好 可是我們很希望說這個電腦 它不只是處理字竄而已 我們也希望它可以進行這個數字 算數的這個運算 那麼因此一樣是這個0跟1的這個組合 它有的時候我們讓電腦把它解釋為這個字元 那有的時候我們讓這個0跟1的組合 讓電腦把它解釋成是整數 那有時候我們讓電腦把它解釋成是這個小數之類等等 那因此這個你如果要讓電腦進行這個計算的話 那麼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要告訴電腦說 我現在要計算的這些東西存在什麼地方 然後它的這個數值或者是 它的0跟1的組合是代表數值 還是這個字元或者是字串 那因此在我們的這個程式裡面 那我們給各位的這個講義Tutorial 2016裡面 那麼你打開以後有兩個檔案夾 一個是PDF檔 上一次已經打開給各位看過了 那麼裡面就是這個講義的這個PDF檔 那還有一個這個檔案夾 是這個VC Sharp 2012 Project 當我們打開這個檔案夾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講義裡面 每一章它裡頭的這個範例的這個題目 還有這個每一章後面練習的這個答案的這個 專案 那除此之外我們也提到過 它會有期中考的考古題 以及這個期末考的這個考古題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這個第三章的這個 實質變數與這個預算數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要看的第一個這個範例 例題是這個最底下的這個 這個Using Veribals 使用變數 那麼我們把這個專案打開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專案裡面的這個程式碼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程式碼裡面 那麼有這個注釋 這我們上次講過了 那我們現在就看這個程式碼裡面的這個內容 那麼這個程式碼的內容裡面 那就是這個這一些敘述 就是剛才投影片上面 我們所看到的那一些敘述 那我們可以check一下 在這個主程式main裡面 所寫的程式就是這樣的一個程式 好 那我先稍微做一個解說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程式碼跑一下看看 然後你就可以理解 所謂的變數的這個宣告 是怎麼一回事 好 首先我們來看的是 這個第一個main進來以後的 這個第一個敘述是這個chAR 然後acchar 然後等號 再來是這個單引號的這個字母A 然後一個分號 好 在這樣的一個敘述裡面 這個他告訴這個計算機 我們需要有一個記憶的空間 這個記憶的空間存放一個 這個字元的這個變數 那麼這一個空間裡面 那麻煩你把它存進去一個 這個字元A的這個0跟1的 這個代表的這個組合 好 所以這一個敘述執行完畢以後 你可以想見的 就是這一個電腦的記憶單元裡面 就會有一塊空間出來 那麼這一塊空間它會有一個地址的這個編號 那麼這個地址的編號是多少呢 我們寫程式的人不用管它 因為這個計算機會自動的 把你所設定的這個名稱 跟這個存放這個A字元 這個資料的這個地址 兩個他自動會建立一個表格 來這個直接 當你想這個知道說ACHAR 這一個變數的這個內容的時候 那麼電腦它自動會 這個根據它裡面的地址分配的這個表格 它就可以找到 這一個它所對應的變數區域 好 那這變數的區域裡面 那我們就讓這個電腦把它填進了 代表A的這個0和1的東西進去 好 那所以這一個程式敘述 就是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麼這個做完以後 那我們就讓這個console 然後dat-right-line 把這個變數的內容寫出來 那所以這個console-dat-right-line這個概念 那麼在上個禮拜我們已經介紹過了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寫一個字元的變數 並且設定它的值的時候 是這個樣子寫法 那麼我們處理的東西 當然不只是這個字元或者是字串 那接下來假如我們希望這個電腦 先在某一個地方擺進去這個整數123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就寫一個這樣的敘述 叫做int 然後anint 然後這個assign 成為這個123assign進來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裡就是變數宣告的這個語法 就是這個變數的名稱前面 你要放一個這個它的形別的這個描述 那這樣子的話 計算機才會知道 你這個變數所對應的記憶空間 裡面所存放的0與1的內容 它要把它看成是字元還是看成是整數 那因此在這個情況底下 這時候擺進去的0跟1的組合 我們要把它當作一個整數看待 那所以這個結束以後 我們就可以同樣的讓這個console 在這個螢幕上面顯示出 這個inager的內容 我們預期會看到第二行的這個答案是123 那再來我們再來看第三個這個變數的寫法 在這個變數寫法裡面 我們只是宣告這個adouble 它的這個形別是這個double 也就是說它的資料形別是這個雙經典 雙倍精準的這個小數 那麼這些各種不同的資料形別 它的表示方法我們等一下再說明 現在你只要知道說 如果這個如果我們只是要讓電腦知道 它的這個記憶空間要做什麼解釋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只要寫一個這個變數的名稱 在前面再補上一個資料形別的敘述的要求就可以 好 那因此如果你只是要求電腦找一塊空間 並且把它的地址跟這個變數名稱結合起來 那這個時候你只要寫double 然後double就好 那後面就分號 那這樣寫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這個變數裡面 它的儲存的內容是未定的 不曉得是多少 那因此 這個如果你馬上就要使用到這個變數的話 那麼會發生錯誤 所以你在使用這個變數之前 你要給它一個這個裡頭存的這個數值 那這個通常我們把它叫做初值 initial value 好 所以我們如果想要在這個double裡面 這個空間裡面存放這個123.456的話 那麼我們就把這一個變數 double的這個內容 我們寫它assine成為把這123.456存到這個double去 好 那因此這一個 接下來我們寫一個console.rightline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螢幕的第三行看到123.456的這個結果 好 那這個在這個c-sharp裡頭 還有在很多從c原生的這一些語言裡面 那麼我們經常發現到說 這個電腦它要聰明的話 它要能夠做一些這個條件 或者是情況的這個真或者假的這個判斷 那麼所以有一類的這個變數的形別 就叫做booling 不靈代數不我 那麼這個bool的話 那其實就只是這個邏輯裡面 那個所謂的這個真或者是偽的結果 那因此呢 這一個很多情況或者是歸這個判斷的這個結果呢 那麼它可能是true 可能是false 就有這兩種值 那麼凡是這一個我們要儲存的空間 內容要解釋為 這一個布林代數裡面的真或者假的這個時候呢 那我們就宣告這個變數呢 是booling的變數 那我們就寫一個bool 那麼同樣它的值呢 只能有兩種 一種是true 一種是false 那麼在這個c-sharp裡面的這個true的值呢 就要用一個小寫的true的這個字 來代表這個bool的這個結果呢 視這個為真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希望它的結果 你把它設定成是false假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要改成是false false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那麼這個程式解說過了以後 那我們就來這一個執行一下 這一個程式 看看它跑出來的結果 是否跟我們所想像的相同 那這個程式碼建構以後 那我們知道它的標準步驟 就是首先你要建置這一個方案 那麼建置這個方案以後 我們提到過 它的結果會顯示在底下的 這個訊息的這一個空間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建置的結果 成功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它已經建構好一個 darnet裡面的一個執行檔 那麼所以我們就可以運用這個 一個偵措 然後啟動 但不偵措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螢幕的畫面 那麼我們所看到的 這一個是console 主控台的螢幕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行是這一個a 第一行是文字a 那這個對應到剛才程式碼裡面 它的這個第一個敘述是這個a chr等於a 然後利用console.rightline把它寫出來 所以我們的這個console的這個輸出 它的第一列就會是這個a這個字母 那麼接著我們可以看 第二個console.rightline 它所寫的是這個變數a 它的內容是123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螢幕輸出的第二行 現在出現的是123 那再來呢 第三個console.rightline 所寫的是一個double的數字 叫做123.456 那麼因此我們看到 這第三行出現123.456 對不對 好 那最後這個地方是一個bou的變數 那麼它的console.rightline 就把它的這個true的值寫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output 是一個大寫的這個true的這個字 好 那麼這個看完以後 我們就了解到這個變數的這個概念 好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順便我們也用 這個上個禮拜所教的 這個偵措器 這個debugger 來看一看 這個練習一下 這個debugger的這個使用 同時你也可以在這個debugger的應用過程當中 你可以進一步的 這個對於這個變數的這個概念 可以有進一步的了解 好 那我們首先在這個第一個 這個執行的敷術的這個對應的這個黑色 灰色這個紙條的地方設立一個這個中斷點 一個black point 那麼設定這個中斷點以後 那麼我們開始啟動這個偵措 注意這個時候就是要用這個開始偵措 而不是這個啟動但不偵措 好 那麼當我們啟動偵措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開始偵措以後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了 這個黃色的箭頭跑到這個地方來 它表示這個程式進行到這個第14行的敷術 那麼正要開始執行第14行的敷術 在這個時候你可以在這個底下的 這一個訊息的這個區域裡面 你可以發現到它這裡出現的這個變數有兩個 那我們可以把它轉到一個區域變數這邊來 那麼自動變數跟區域變數這個東西 這個有一點點不一樣 不過我們先可以不管它 那麼我們可以了解到就是說 在這個程式碼裡面所出現的 在這個man function裡面 我們所寫定的這一些變數 它會出現在這一個偵措的這一個訊息區裡面 那麼在這個區域變數裡面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程式裡面 它所宣告的這個所有的變數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它會有這個ACHAR 然後有這個ANRINT 然後有這個A double 有這個ABOOT 那麼當我們程式執行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麼所有的變數這個還沒有這個設定出值 所以這一個它在這四個變數裡面 那你所看到的這一些值的內容是不定的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判斷它是什麼樣子 當然你可以一般的這個C SHARP的這一些系統 當然會假設說用0去代表它 但是這個是不能保證的 那因此這一個沒有設定出值過的變數 是不應該被使用 好 那因此在這個地方 我們使用偵措這個地方 我們讓它不進入函式 那麼於是我們就看到程式碼 就往前執行了一步 那所以這一步執行了 然後現在變成是第15行 尚未執行而將要執行 C SHARP 這個ACHARP等於A字母的這件事情 它已經完成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在偵措的這個區域裡面 應該就可以看到 這個ACHARP的這一個變數 它的值變成了是一個單引號的A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97 那麼這個97所代表的 就是A這個字元 它的ASCII的這個編號 那所以只要注意到 這裡有一個單引號的A出現 那就可以 那這個97這個東西是伴隨著 這個字元它所規定的 裡面的這個代碼的整數 所以這個你大概曉得就行 我們後面還會稍微再講一下 好 那因此 如果我們再往前逐步執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偵措 然後我們再一次不跳入函式 那它就完成了這一個 console.right line的這個敘述 於是這個時候 你在工作列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東西出來 那這個就是程式碼在跑的時候 它所對應的console螢幕 我們目前已經有一個A寫出來了 所以表示說這一個敘述 這個敘述已經完成 它寫出一個A這個字 好 那所以接下去的這個敘述 都是一樣依此類推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如果想要說 這個早一點跳到別的地方去 那我們可以在最後這一行這裡 加上一個中斷點 然後我就可以從這個偵措的地方 選擇繼續 那如果我們選擇繼續的話 它就會從現在的地方一直往下走 然後走到下一個中斷點再停止 那所以我們想要知道其他的幾個變數 設置的結果會是如何 那我們就使用偵措 然後選擇繼續 我們從這個偵措的地方開始偵措 那我們看到A的直變 接下來我們讓這個偵措繼續執行 一直到下一個中斷點 那麼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到達這個第二個中斷點的這個地方 現在就可以看到 這個ACHAR變成A 然後ANINT123 A double123.456 A blue is true 所以偵措器的這個結構 也表示出 我們所得到的 所希望達成的目標 就這樣完成 好 那因此 這個我們就了解到 所謂的這個變數 它的這個概念 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現在把這個變數的這個觀念 然後再這個簡單的再回顧一下 我們在上個禮拜有提到 這個計算機的這個記憶單元 是用這種方式在儲存 它內在的變數的這個data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使用這個變數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了這個例子 那麼你在使用這一些變數的時候 那我們第一個要了解的是 我們變數宣告的時候 等於是讓電腦在記憶系統裡面找一個位置 然後把它的地址 跟你所用的變數名稱兩者聯繫起來 對計算機來講的話 變數對它的作用而言 就只是一個記憶區域的代號而已 但是對於這個寫程式 以及看程式的人來說的話 那麼這些變數對它來講 應該是要有意義的 那因此在我們選擇這個變數名稱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些事情 那就是說變數的命名 應該要注意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那首先我們要了解到的是 C sharp裡面對於變數的名稱 有一些這個規定 當然它要求的就是變數的名稱 必須是使用這個英文字母 和這個數字的這個組合 我好像曾經嘗試過用中文字 作為變數的名稱 好像是可以 好像是可以 我不太記得 但是如果你要把程式送到網路上面 然後讓全世界各地都可以使用你的程式的話 那麼這個養成使用英文來作為變數名稱 是比較好的一個練習 比較好的做法 好 這是命名的規定 那除了這個命名規定以外 還有一個觀念叫做關鍵字 你可以看到在我們剛才的這個程式碼裡面 你可以看到那些字顯示出來的是五顏六色 包括哪些呢 注解是這個綠色的字 字串是棕色 中紅色的字 如果有錯的話會出現紅字 還有一個地方出現的是這個藍色的字 那麼那個藍色的字 我們把它叫做關鍵字或者叫keyword 例如那個class 還有namespace之類的這些名稱 是我們的c-sharp它保留來作為 這個程式語言裡面的重要成分的這個關鍵字 所以這些關鍵字你不可以拿去作為變數的名稱 這也就意味著說這個class這樣的一個字 你不可以拿來作為變數名稱 所以如果你想寫一個變數 然後你希望它代表班級的話 那你就不可以拿這個class這個字來作為你的變數 當然大小寫是有分的 可是有時候你會不小心大小寫會弄錯 所以我們就是不要用這些關鍵字 作為變數的名稱 這是第一個蠻重要的規定要記得 再來我們寫這些程式碼 我們所使用的變數的名稱 那麼其實為什麼我們要選擇比較好的這個變數名稱 要讓我們容易記 而且一看就知道這個變數是做什麼用 那這個主要的這個原因 就是說這個所有的程式 那麼你其實會用到很多變 而且你會不停的在偵挫 不停的在修改 即使這個程式改好了以後 那你可能有下一版的程式 還要拿這一版程式作為參考的起點 那因此所有的變數最好都能夠容易 這個辨識出它的這個意義出來 那麼談到這一點 我們就曉得進來一個叫做軟體的紀律的這個概念 當我們有一個團隊的這個同學在合作撰寫程式的時候 那麼曾經有人講過說 如果你看一個團群體合作的這個程式 如果這個你可以把它發現說 這個從頭到尾的風格都一致的話 那麼這個團隊的合作應該相當的良好 那當然有人就跟我講說 那當然了 那可能是其中某一個人包辦全部的程式 所以他會是看成一個人的風格 那其實這一個如果要合作的時候 例如你寫的程式 那要讓你的夥伴要能看得懂你的程式在做什麼 那因此最好是這個團隊裡面 自己商量好一個這個變數命名的這個規則 那這樣一來的話 這個相似的變數名稱跟這個架構這些東西 會在團隊裡面這個一致 那麼使得說這個彼此之間合作會更容易 所以這個是軟體的這個紀律 講到這裡我順便提一下 那個在計算機發展的這個早期 那麼他們的記憶力很小 可能就只有這個比方說256k或者是多少之類的 那麼因此在早期的這個程式語言 例如Fortran或者是後來的這個進階入門語言Basic 他們的早期的這個版本都規定你的這個變數名稱不能夠超過幾個字元 所以例如最早期的這個Basic 他可以用的這個字元只有兩個 所以就是這個只能夠用兩個字母來代表這個變數 所以這就是非常麻煩 而且你就很難看得懂 我在這個1990年代的時候 到美國英國大學進修 那麼我的這個老闆他之前並沒有寫過計算機的程式 所以他說他都是跟學生學習 所以他會寫這個程式 他的程式跑得很快 而且那個用途很好 那個可以解很多的問題 那我把他的程式碼拿過來一看 這個差點昏倒 因為他的這個他的變數名稱是什麼呢 比方說是A或者是AAA或者AB 然後再來比方說A777然後B7這個樣子 7出現了很多次 所以我就問我這個老闆說 為什麼你的變數名稱裡面常常有一個7在裡面 他說Just because 7 is a lucky number OK 那因此這一個你就會發現說 如果你想要接手他的程式碼的話 你可能每一個變數都得去問他 這是什麼意思 那這是很麻煩的事 那所以在選擇這個變數名稱的時候 要盡量考慮到不只是這一個你兩三個禮拜 又還要能夠看得懂 也要說這一個你的這一個團隊的成員 或者是你們的助教改作業或者是改等等 要容易讓他們看得懂 所以這個變數名稱的選擇是滿重要的 好 那說是這樣說 那麼早期的這個微軟的一些程式 他們會使用一種叫做匈牙利命名法 好 為什麼這個名字出現呢 因為聽說是微軟裡面的一個工程師 他是匈牙利人 他想出一個變數命名的規則 那他的命名規則是什麼樣子呢 例如說他這個 比方說你這個某一個變數 他是一個long的integer 然後他是一個這個指標的變數 用加一個p 後面才是真正想要叫做的變數的名稱 那麼這樣一來的話 他的好處是說 因為在微軟的程式裡面 很多牽涉到這個作業系統相關的這種東西 還有他們會用很多這個指標這種東西 那所以這一個他這樣寫以後 這個看程式的人先看前面這幾個東西 他早期知道說他是一個long的整數 然後是一個pointer的變數 然後這個才是他變數的這個真正的意義 所以這個早期看這個微軟的這個程式很頭痛 因為他的這個變數乍看之下 他的意義都不清楚 因為都前面有這些東西 縫在前面當作這個prefix 那因此這一個用這一些 這個匈牙利命名法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是變成是蠻麻煩的 好 不過後來好像都改進了 我現在要講這個事情只是說 萬一你們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微軟的 早期這些程式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他們以前的變數命名的方式 可能是這個樣子 好 那隨著計算機的這個記憶的容量 不斷的這個擴充 那後面我們現在對於這個變數名稱的這個長度 致遠長度幾乎來說 可以是已經沒有什麼太大限制了 那因此這就導致說 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這個變數的名稱盡量是依照 符合你的這個可以描述出他的這個觀念為主 這樣比較好 那我們剛剛也看到了這個assignment 還有intualization 也就是變數宣告以後 那我們就把他的這個內容裡面 填進去什麼樣的一個數值 所以這個我們看過 好 那再來就是行別相容的問題 那也就是說各種不同的這個行別 那理論上是不應該互相來應用的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需要 他可以做這一種轉換 那為了表示這一件事情 我們寫一個這個程式來看這件事情 好 我們來看一下 Uz Numeric 這個專案裡面 他的這個內容 首先呢 x 等於256 所以這是一個 integer 然後再來有一個叫做byte的這個型別 然後他是等於255 再來一個東西叫做double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float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decimal 那麼這些東西都是屬於 可以進行算數計算的變數的這個型別 那這些變數的型別 我們剛剛提到過 他其實都是由0跟1的組合來代表 來運算 那可是他們在這個計算機內部 處理他們的時候 有什麼不一樣呢 那我們看一下 首先最基本的數學的變數 是這個整數 那所謂整數的意思 就是說這些0跟1的組合是用來表示整數 然後沒有小數點 沒有小數點 那因此這一個他可以 這一個基本的整數的型別 經常普遍用的是這一個叫做int 那int他的意思就是說把 比方說我們64位元的話 他把這一個0跟1這些組合 我們利用這一個 我們各位可能學過 這一個二進位的這個表示方法 所以例如說這個101 然後二進位 那他代表一個什麼樣的數呢 他代表的是1乘以2的0次方 加上0乘以2的1次方 加上1乘以2的1次方 所以他的結果是等於這一個3 所以我們用一些0跟1的組合 作為二進位來進行的時候 那麼他就可以代表一個 這一個整數或正整數 那因此呢 這一個我們可以用0跟1的組合 來代表整數 而這一種整數的type 這個資料型別呢 就是int或者是uint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呢 如果我把這個開頭的第一個bit 把它設定為這個正號 或者是負號的話 那我就可以表示出這個 從負的十位數 從負的2147483648 到正的2147483647 所以這個是這個整數 在你的64位元電腦裡面 他可以處理的數字的這個範圍 那如果你的這個程式碼裡面 寫了比這個大的數 或者是比這個小的數 那麼我們這時候計算機就沒有辦法 用他的這個記憶系統 表達出你的這樣一個數字 所以這時候就會叫做overflow 那另外呢 如果說我們確知所要處理的整數 一定是正的 那我們就沒有必要 這一個準備負的這個部分 那因此在那種情況之下 我可以宣告這個資料是unsigned integer 所以沒有符號的整數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這一個uint的這個形式 那所以如果是uint的話 因為你可以把原先保留做符號的這一位元 也拿來表示這個數值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可以表示的範圍 就從0到這一個4294 96、7295 好 那如果說我們在計算的時候 這一些整數的實位數還不夠我們應用 那麼你可以宣告它是一個long integer 或者是這個unsigned long integer 那麼這個時候使用long的時候 那麼你能夠代表的數字就拉長到這麼多 好 那這是一樣的情況 還有一些情況 我們並不需要那麼大的這個數字 所以例如我們在這個計算機裡面 表示這個顏色的話 通常是使用這一個24個bit的這個單位 那麼這個24個bit的單位 分成三個byte 那麼每一個bit呢是八個位元 八個位元 那分別代表這一個紅色 這個紅色的這一個濃淡的這個程度 還有這個綠色它的濃淡的程度 還有這個藍色它的代表程度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三個八位元的這個數 整合起來以後來代表一個 這一個螢幕上面的這個顏色 好 那當然這個事實上在我們這個64位元 那32位元也是這個以前電腦的 這個使用過的word的這個規格 所以如果我們表示電腦顏色的時候 那個24個位元用起來 這個很麻煩對不對 因為它一個word是64 那之前是32 那24個這個bit的話 其實不是很好用 那因此就有人在這一個RGB之外 再加了一個叫做alpha 那麼alpha是什麼呢 是來表示這個顏色它的這個透明程度 所以把這些弄起來 那這樣合起來的話就可以有這個32個位元 那就很適合這個電腦的這個記憶系統 來操作這一些nail 好 所以在這些整數裡面 有時候我們不見得要用這麼長的這個整數 於是我們就可以使用最基本的是八個位元的這個byte 還有你可以看到你那個網址有沒有 你的網址的話好像也都是這個四個這個byte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什麼255255.255255這樣子 那因此呢 這個大部分都是在這個比較短的這個資料的時候 我們使用這個byte 如果這個byte你希望它有符號的話 那就是sbyte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一個比較少用的 現在已經比較少用了 就是這個short或者是unsign的short 那這個我們就把它略過不談 接下去呢 剛才講的這一些這個形別呢 是這個整數 那麼整數之外呢 有的時候我們要處理一些 具有小數點的這個數字 那麼因此呢 要考慮有小數點的這個數字的話 那我們必須在我們的問題 在這個儲存的這個0跟1裡面呢 我們要能夠決定說 什麼地方是這個小數點的這個位置 好 那因此呢 這時候有兩種這個表示這些小數的方法 第一種小數的這個表示方法呢 跟我們以前所學的科學記號是很相似的 所以例如說300萬的話呢 你如果寫成是這個 後面加上這個好多個0的話 那其實是蠻麻煩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以前學科學記號的時候 告訴你你可以寫成3乘以10的這個6四方嘛 對不對 那還有呢 例如說這個某樣東西 假定是這個3.14乘以10的這個7四方等等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表示法裡面 那它的小數點 如果是以10的7次方考慮的時候 小數點是放在這裡 那如果你是把他寫成是乘以10的這個8次方的話 那麼它的小數點就應該擺在這個0.314乘以10的8次方這個地方 那所以這個小數點的位置可以依照你的這個表示法的這個密次方呢 然後這個彈性的這個移動 那所以以這種方式表示的這一種小數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伏點數 flotting point 那麼這一種flotting point 在我們的計算機裡面 它通常是這樣做的 它假設這個64個bit裡面 從某一個bit的地方開始 那麼它可以是用來代表這個2的多少次方 然後前面這個地方 所以這一部分就是所謂mantisa就是那個這個幾次方幾次方的那個數字 我們把它擺在這一部分 那另外的部分就用來代表這一些 這個真正有這個數值的這些部分 那麼所以你這時候就可以看到有一個問題 那如果你要表示的是3.14乘10的7次方 還是0.314乘10的8次方等等呢 好 那這個我們有一個標準的做法 就是我們假設這個地方是這個所謂的帧數 就是那個3.14那樣東西 那右邊那邊是所謂的這個m次方的部分 那在前面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設定它的小數點是在這裡 就是一開始的地方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規定它一律採取這一種表示方法 就是這種方法 那我現在是用二進位了 所以應該是比方說1011 然後後面這個地方是2的這個 比方說這個1010次方這個樣子 好 那小數點就在這裡 所以變成0.1011乘以2的1010次方 例如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那所以這個就叫做所謂的伏點數 這個伏點數呢在這個C小 其實是從C開始 它分成兩種這個伏點數 一種叫做float 稱之為單晶度的這個伏點數 另外一個是double 就是雙晶度的伏點數 它們的差別其實只是在於說 它所用到的bit的數目不一樣 如果是float的話 它是使用32位元 然後32位元裡面去切割出來某一部分 代表這一個幀數 某一部分代表這一個幣次方 那所以它的範圍大概是7位這個精確度 所以如果你算一個伏點數的東西 然後這個答案假定有超過8位以上的 這個精準度的話 那其實後面那些小的數值都是沒有什麼用的 會被那個其實是不準確的 那另外這個double的話 它就使用這個64位元來表達這個數字 那麼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這個語言 那這個它的default 也就是說基本上本質上 它就叫它都是使用這個double 所以例如說你寫一個3.14的話 那麼它就會利用這個double的方式 去代表這個3.14這個字 那你如果想要跟電腦講說 我不需要用到這個double那麼多的 這個字元的話 你可以這一個倒數這個電腦 說這個我只需要用float就好 那這個現在都64位元 你說還有機會用float嗎 有 那個在這個計算機圖學 例如你要這個產生一個打game的這種場景之類的話 那它為了要讓這一些計算快速 所以在這個計算機圖學的這個快速計算裡面 它很多是只使用float 沒有用到double 好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用到的 這個基本的這個數學運算的這個行別 還有一個行別叫做decimal 這是後來比較新的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前面的這個例子裡面 整數可以有很多位數的準確度 然後這個double或者是float的話 它的這個有效位數的小數呢 小數的有效位數就比較少 比較少 那因此如果我們想要這個一方面 有很準確的這個小數位數的話 那它採用的一個辦法 就變成是一個固定的這個小數點的表示法 那麼因為現在64位元了 所以它用264位元疊成128位元 然後設定某個地方是小數點 這個小數點之前是這個整數 小數點之後是這個小數 那這樣的一個方式的話 可以表示出28到29位的這個小數 可以提供比較高的這個精準度 我曾經碰過一個問題 例如我們都知道那個階層的觀念 1的階層是1 2的階層是2對不對 3的階層是6對不對 3乘2乘1這個樣子 那可是如果你用整數 用這個電腦所提供的這個整數 來計算這個階層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發現到說 你大概算到10階層或者是20階層等等 那個你的這個整數的位數 1 0 9的位數已經不足以來表達出你這個數字了 你說好 那我現在整數沒有辦法表達出這麼大的數字 那我改用這個float或者是double 來表示我這個階層的結果好嗎 不好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整數 它需要非常多的多位的這個整數的數值在那裡 那麼你使用double或者是這個single的話 你頂多也不過就是多10幾20幾位的這個有效的數字而已 而這個這樣一個數字的範圍呢 可能你在這個比方說100階層之內的話就已經破掉了 那所以這個你要真要計算這個很大的這個階層的時候 那麼曾經這一個你們知道有一個軟體叫mathematica對不對 那麼mathematica裡面它很特別 它的階層可以算到很大很大的位數 後來這一個我們有去問說mathematica 怎麼有辦法算到這樣大的這個階層 因為我的一個paper裡面用到這個東西 那這個reviewer就challenge我說 你的公式裡面有那麼多大的階層 你怎麼算出來的 那我是用mathematica算的 所以我去問mathematica的這個廠商 那結果他們告訴我說 他們是使用arbitrary的這個位元來表示這個整數 所以它是一個很彈性的這個表示方法 它不是像我們現在所講的這個indigent 那固定就是32位元或者就是64位元 那麼在這個類似mathematica這樣子需要 很多時候需要算很大的這個數字的時候 他們採用的方式是一個很有彈性的 這一個配置這個bit的方法 所以當你的這個階層越算越大的時候 它用來表示你結果的整數的這個位數 它也彈性的把它拉大 所以這一種arbitrary的這一種word的大小的 這一種做法 那事實上是可以去把它implement出來的 只是有點麻煩而已 那據說這個有一些這個open source的 這個程式可以找到類似這樣的一個程式碼來用 好 那大概就是這一個觀念跟你講到這裡 好 那再來我們前面已經看過那個character對不對 自圓的這個應用 我這裡所列出來的usingcharacter的那個程式碼裡面 我們用了這幾個設定了這一些character 然後把它print在這個螢幕上面 主控台螢幕上面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些字圓的表示方式 第一個是這一個字圓兩邊單語號 這個沒有問題 對不對 好 再來一個中文字 然後兩邊單語號 這個也沒有問題 等一下我再說明 然後再來這一個如果你用一個slash backslash 然後用一個x 然後再加一個數字 那這是代表這個x是代表16進位 所以這個表示說後面這個東西 是一個16進位的數字 那麼這個數字它所對應的代碼 那個我們把它看的是某一個字圓的代碼 那把它放到c3這邊去 那麼當你這一個用right line 把這個c3寫出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這個0059 16進位的這個0059代表的是哪一個字 你就可以知道了 好 除了用這個16進位的這個表示方法以外 還有一種表示的方法是寫一個u 那寫一個u的話代表的是unicode 我們等一下再說明 同樣的是四個這一個16進位的這個數字 好 那還有這個常用的這個特殊字圓呢 這一個這兩個東西我們經常在用的 就是這個backslash n 那backslash n的話是new line的意思 也就是說這個在你的這個console上面的螢幕 要把目前這一行結束 然後換到下一行去 那這個就用這個new line backslash在一個n來表示它 所以你可以知道的就是說 在這一個字圓的表示的這個方式的時候 我們經常要使用這個backslash 來加上某一個字圓 來代表某一些這個特殊用意的這個character 那例如我們看到的這個backslash n 是代表new line換進到下一行 從下一行開始再把這個內容印出來 那還有一個如果這裡不是n 而是t 小寫的t的話 那麼這個小寫的t的話 就代表的是這個tabulation 就是我們電腦上面的tab定位件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要表示出這個character的話 我們了解到這個必須使用單引號掛註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偶爾我們需要使用這個backslash 來加上一個特殊字圓 表示出某種功能性的這個控制的這個字圓 好 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說我的這個字圓裡面就是這個某一個單引號 或者說就是一個這個backslash 那怎麼辦呢 因為你看這個寫法 如果我這樣寫的時候 例如說我想表示一個這個單引號的話 也就是說這個character6 我要他代表一個單引號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把它寫成是這個單引號挖兩邊 然後中間一個單引號 那這樣子做是不行的 因為這個計算機會認為說 你的這個跟這個決定了一個空的這個字圓 那多出來的這個單引號就是一個error 所以這時候是語法錯誤 OK 好 那因此為了要告訴這個電腦說 這個地方中間的這個單引號 他代表的就是這個單引號這個字圓 而跟這個兩個這個東西無關 那這種情況之下 你要在這個單引號的前面加一個backslash OK 所以這個這種情形之下 那這個c6就代表這一個單引號 那這個backslash就被略掉了 但是就是說你非得有這個backslash 才可以避免掉說他把它當成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字圓 然後這個沒有 OK 好 那因此呢 這一個你就可以想見 如果我的這個character7是代表 是代表這一個雙兩邊的兩個backslash的話怎麼辦呢 好 那這個時候我就要用 好 我們知道字圓兩邊是用單引號掛入對不對 好 那如果說你的這個c7是這一個backslash的話 好 可是我們剛才已經看到這個backslash的話 他通常就是用來這個指示出 接下去的一個字圓是一個特別的東西對不對 好 那因此呢 這個如果你想表示這個的話 那怎麼樣 你必須在前面再加一個這個 所以當我們寫的是這個單引號 然後中間兩個backslash的話 那其實他代表的意義是單一只有一個slash 所以這一個我們後面就會看到 所以例如說我們的這個檔案的這個路徑那個東西 當你考慮到這一個backslash的時候 你講的那個字圓呢 你得要用兩個backslash來代表一個slash的這個字圓 OK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是我們在character上面的看到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我跟剛剛提到過的 這個字圓呢 早期的時候 那個IBM電腦之類呢 使用的是ASCII code A-S-C-I-I 這個ASCII code 那麼他只有 最多只有八個位元 只有八個位元 可以表示這個大小寫的這個英文字母 以及標點符號 和一些這個特殊的控制字圓 好 那隨著這個電腦應用的這個 在全世界的這個普及 那麼微軟公司發現到 這個全世界很多不同的國家 都要用他們自己的文字來電腦上面呈現 那個Apple公司也有這樣的一個發現 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那因此呢 他們就想到說 ASCII code只有八個位元 那如果我能夠用32個位元來表示 這一個世界上所有國家 我們所知道的常用的這些文字的話 那就是足夠的 好 那因此呢 使用這個32個位元 然後把全世界包括中文 包括日文 韓文 還有這一些阿拉伯文等等 全部都收進去 那麼還是足夠 那因此呢 Unicode這個東西呢 就是使用32位元的這個東西 來表達出這個全世界各地 所有國家的這些文字 那麼比較新的這個程式語言 那例如Java Python等等 都已經這個全面使用這個Unicode 好 那這個Unicode的話 我們剛剛講過 那他是這一個32位元 那32位元裡面呢 那麼他可以這個 每一個數字呢 是用這個16禁位來表示 那這個細節我看我們就不用談了 那個反正你知道就是說 這個你用這個單語號就可以處理這個全世界各國的文字 這樣就可以 那另外呢 像我們剛剛講的這一些特殊的符號 那個幻航 New Line或者是Tabulation這些東西 你看到前面都要有一個backslash 所以當我有兩個這個backslash的時候 其實他只表示一個slash backslash 然後呢 這個單語號也可以用這個方式表示 那還有一些比較很少用的 例如倒退一格 或者是發出這個釘的這個警示的這個聲音等等 在微軟的c-sharp的網站裡面 他有列出所有可以應用到的特殊的這些控制資源 計算機的程式語言裡面 我們把它叫做escape 這個異散資源 就是說你得要把它從我們旗艦的這些文字的這個表示方法裡面 跑出來 然後來作為他的一些控制或者是特殊符號的這個應用 那這個叫做escape的這個sequences 好 接下來一個重要的重點 我們在上個禮拜 我們提到了這個變數 我們把它宣告成是一個stream 就是是一個字串的這個變數 所以例如說上個禮拜講的是這個message 然後讓它是等於雙引號裡面的hello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知道這個時候這個hello message 是放在這個記憶區裡面 它五個這個位置 然後放置五個字元對不對 好 那這個是叫做stream 那我們剛才所看到的是這個字元character 那這個character只能有一個單一的字元 而且它兩邊是使用這個單引號把它刮起來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字串這個跟字元到底有沒有不一樣呢 因為你可以看到如果我們寫一個單一一個字元的字串 A也可以 對不對 好 可是這個實際上在電腦裡頭 它要處理這個字串跟處理字元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時候主要的這個概念是這樣子的 好 各位這裡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要注意聽 在我們的這個電腦裡面 它的這一個memory的記憶系統 注意 一般來說的話 一般來說的話 它會把這些主記憶分成兩類 一類叫做這個heap space 另外一類叫做stack space keep space的話就是堆積的這個space 那這個stack的話 我們把它翻譯叫做stack堆疊的這個記憶區域 那這兩個記憶區域有什麼不一樣呢 對我們的電腦來說 我們可以應用的記憶區域 就是一個堆疊的區域 堆疊的區域 還有一個堆積的區域 那麼這兩種這個記憶系統 對電腦的程式執行的時候 有不一樣的這個效用 我們的電腦 我們寫的這個程式 經過這個建置以後 那麼電腦的這個 現在不能叫compile了 反正它處理過了以後 它就會知道你的程式碼裡面有多少這個變數 多少的變數 那每一個變數分別它的這個大小是多少 固定大小是多少 它可以知道的話 那麼它就會在stack裡面 把這一些區域先空出來 然後當你程式跑的時候 就填進這些設定好的這些變數裡面 那這一類的這個變數叫做stack 堆疊的這一些這個區域 那一般的這個變數 它的內容就都是擺在這個stack裡面 那電腦在這個建置的時候 它會曉得程式從頭跑到尾 那麼需要多少空間 然後它就把它準備好 好 那這是stack 好 可是有一些這個變數很特別 它在這個建置的過程裡面 也沒有辦法知道說 它究竟會用到多大的記憶空間 怎麼講呢 例如我們剛才看到的 這個自竄的這個變數宣告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 它擺進去三個字元 所以三個word來放三個字元 然後頂多再加上一個結束的這個mark 四個word就夠了 對不對 好 可是這個自竄的s1 你不能規定它永遠只能放三個字元 它必須在程式執行過程裡面 由外界或者是內部 產生不同長度的這個自竄出來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使用 這個stack的這個記憶的話 那麼它的這個能夠儲存的 資源的數目就有限定 就有限制 沒有辦法這個彈性的調整 那麼你如果說這個偶爾 會用到一個很長的自竄 於是你就把這個自竄的長度 設定為一個很大很大的長度 可是大部分的時間裡面 你的這個自竄的變數 可能只用到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浪費 好 那因此為了應付區域大小 會彈性變化的這一種變數 於是計算機設定了一個區域 叫做heapspace 這個heapspace是由作業系統掌管 那麼這個stack裡面的變數 只要你程式開始跑 那它分配給你的空間 可以由程式碼本身去完全掌握 好 可是當我們的程式裡面 跑出一個什麼stream什麼東西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就變成是要跟作業系統 去要求分配一塊這個暫時性的 這個記憶空間出來給我們來用 來放這一個我們現在放進去的這個變數 例如我們的自竄的nail 那等到我們的程式跑到差不多結束的時候 不必要再使用這一塊空間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這一塊空間還給這一個作業系統 好 那因此這一個很多時候 我們後面還會講很多關於這一個 比方說這個物件什麼等等之類的觀念 或者是這一個政列的大小變化等等的東西 那這一類都是屬於那一種 它所要佔據的記憶區域 它的大小是必須要彈性調整 而且是需要的時候跟作業系統來要求 不需要的時候就要還給這個作業系統 那麼如果你忽略掉還給系統的 這一個步驟的時候 那麼就會造成這一個 你所使用的這個主記憶的系統一直增加 到最後的話就爆掉 因為計算機再也沒有辦法 提供給你足夠的這一個記憶的容量出來 那這一種情況的話 在這一個以前就把它叫做Memory Leakage 為了避免掉說你會不小心沒有把這個 該還給這個作業系統的這個記憶還給它 那因此就比較新的這個語言 例如Java還有我們的C Sharp這些東西 它都設計了一套 這個自動回收不再使用記憶區域的這種方法 那所謂的不再使用的記憶區 就指的是不再使用的這個Heap Space裡面的這些記憶 它會自動還給這個作業系統 那這個就變成是所謂的 這一個你們應該很多人有聽過 叫做Garbage Collection Garbage Collection System 那有Garbage Collection System以後 這個程式這個出問題的機會就會下降很多 那在C++或者是C語言的時候 他們沒有這個Garbage Collection System 所以這個C語言的程式 跟C++語言的程式比較不好寫 是因為你必須要去注意到 這一個你的隨時 你的Pointer所指的這個區域 那個要不再用的時候 要能夠還給這個作業系統 所以有這個問題 好 那不管 那我們現在碰到了一個 這一種需要彈性變化的 這一個Data的行別 就是這個自竄 好 那因此 這一個我們可以注意到 所有這些變數可以概分為兩類 一類是存在Stack裡面的記憶裡面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實質行別的 這個儲存方式 那因此 例如我們寫一個 Integer X等於100 那麼我們就在Stack裡面 就畫一塊地方出來 那這一塊地方的地址 我們把它對應到變數X這邊來 然後在這個裡面 把它的內容100把它放進去 那這一種資料的變數 它的形別就叫做實質的這個形別 就是你存的地方是什麼 它就是什麼 可是像這個自竄的話 自竄的話它的儲存方式就不一樣 當你電腦你寫一個Stream X等於ABC的時候 它一樣會產生一個記憶 在Stack裡面產生一個X 但是X裡面儲存的東西 並不是任何一個ABC的值 在X裡面所存的東西 是這個HeapSpace裡面的 這個某一個記憶的地址 那因此這個地址就放在X裡面 那這個就叫做一個Reference 我稱為參考 好 那這個學C語言的 或者C++語言的時候 他們有一種所謂的Poynter 那我們這個參考的概念跟Poynter很接近 但是這個跟Poynter不一樣 那麼在C語言裡面 這個Poynter還有C++裡面 這個Poynter是本身可以拿去做計算的 然後可以怎麼assign什麼東西的 好 但是在這個C-Sharp裡面 還有在Java也一樣 我們不能夠使用這個指標 不能使用Poynter 因為Poynter是這個很多 Main leakage的這個萬惡的根源 那麼所以在這個C-Sharp或者是這個Java裡面 我們只用了一個叫做參考的概念 那麼關於Poynter很多這個很複雜 很奇怪的這些做法跟寫法 我們通通可以不用管 所以我們不要去touch那些東西 但是我們得要知道的是這個參考這個概念 reference 那參考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需要有一個彈性變化的空間的時候 那那個變數宣告的時候 在Stack裡面就只有存一個地址 而這個地址會接到作業系統裡面的這個Heap裡面 Heap Space裡頭 那麼Heap Space裡面就可以依照你的這個需求來變動 要給你的內容 所以例如這個地方X等於ABC 那麼在Heap Space裡面 他可能就儲存了A字元 B字元 C字元 然後為了讓這個字串有所區隔 而且讓你知道這個字串結束了 我們可以再加一個字串叫做Narm 例如 那因此這樣一來的話 我們的這個字串ABC就這樣存起來 那麼如果說經過一些運算以後 如果這個X我要把它變成是WXYZ 變成四個字元的話 那這個時候也蠻簡單的 那時候作業系統就到另外一個地方 弄出WXYZ 再加一個Norm 然後把這個參考從這一邊移到這邊來 好 那這時候眼尖的同學就會看到說 那這個地方就出現了一個 這一個沒有用的空間 一個Garbage的空間就出來了 那這個Garbage的空間不處理的話 那那個你的作業系統裡面的這個Heap Space 會慢慢都被用完 好 但是因為這一個C Shop 它有那個Garbage Collection的這個機制 所以當我們這個參考 只到別的地方去以後 這裡的東西會被這個C Shop裡面 自動把它回收 也就是Garbage Collection System 所以對於這個使用C Shop 或者Java之類的這個語言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不去傷腦筋 這一個那個Garbage回收的這個機制 反正你就是知道 當我們所需要處理的這個變數 它的這個記憶空間的這個要求 是隨著時間改變的時候 那麼這一類的這個變數 一般都會使用這一種Reference的概念 那麼在Heat Space裡面儲存它真正的值 而在Stack這一邊 儲存那一塊區域開始的這個地值 OK 好 所以這個是兩種 這一個我們常用的這個不同的變數 那它的這個概念 剛才提到了我們的這個變數 有很多的這個不同的這個形別 那這些形別有的彼此之間 是可以這個轉換的 那有一些是不可以轉換的 那例如說這個自竄的東西 你要把它轉變成一個integer 那這個不可以 那但是呢 這一個你把一個整數轉成是一個cata 小的轉數整數 那這個可以 數值呢調配得好的話呢 你把一個空間佔的少的這個變數 存到空間佔的多的變數裡面去 這就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好了 再說明 好你看一下 現在假定a等於10 然後b等於0 那注意一下 b等於0的時候 這個敘述 其實他已經在做一個數值內容的轉換 因為這個0這樣寫的時候 表示它是一個整數 然後呢這裡的double b表示 b是一個double的變數 因此呢 我們把0 assign給b的時候 那你就必須要把這個double的那個bit的數目裡面 全部都變成0對不對 那全部都變成0 但是它的這個表示方法是floating point的表示方法 而這一邊的0呢 是把它64位元全部看成整數位數的那種0的表示方法 那因此呢 從這個地方轉成這個b的時候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所謂的隱含的這個轉換 implicit conversion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不必去傷腦筋說這裡面要怎麼換過去 電腦幫你做 好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 這個把a assign成b 所以也一樣你要把一個整數轉成是一個double的數字 那麼這個轉變的過程裡面 它的精準度沒有損失 所以這個電腦自動接受 所以這個時候它也是一個隱含的這個轉換 那再來我們把b等於是20.5 那這個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小數 然後呢這個小數後面沒有附加任何的這個說明 所以它default是一個double 因此把一個double的常數數值 assign給一個double的變數 這個沒有問題 好 再來看 我們把b的內容 assign給a 好 這有問題了 為什麼呢 因為b是20.5 用那個floating point表示 而a是一個integer 那a裡面沒有這個小數點的存在 因此我們把b轉換成a的時候 你必須加一個這個強制轉型的一個寫法 這個是一個其中的寫法 這個時候就是把b先強迫改成是integer 再把它assign給a 那b強迫改成是integer的時候 他會把這個0.5給刪掉 所以就只剩下20 所以就是無條件捨去 至於你要怎麼做 適捨而侮辱等等之類的 我們後面等到數學運算的時候再說明 好 那因此這個時候 我們把b assign給a的時候 這一種情況 我們就叫做強制轉換 explicit外顯形式的這個轉換 好 那再來呢 這一個把20轉成是float c 這個也ok 因為我們20轉成c的時候 它的精準度還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好 那再來呢 20.5f轉成c 各位注意 我這裡寫了一個f的話 就意思是說 這個是一個single float 這個伏點數的小數 而c是一個float 所以把20.5這個float 送到c這個float的變數裡面 這個也ok 好 那再來我們也可以在這裡 如果我們20.5的話 那它就是一個double 所以如果沒有寫這個float的話 c等於20.5的話 那電腦會警告你 因為20.5是一個double 然後c是一個single float 那double轉成single float的話 這邊有18、9位的這個有效數字 這邊只有7位左右的有效數字 那你換過來的時候 就一定損失它的精準度 那因此如果你的意思 的確是要把20.5的double 轉成single float的話 我們就加上一個float的敘述 強制把它轉成s float的這個變數的nail 好 那後面這個也一樣 就是說你可以把一個整數 小的整數 然後強制它變成是一個character 也可以 好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數值 還有這個它的轉換的一個概念 那下一節課 我們要把重點放在這個d增跟d減的operator這裡 我們現在先來看基本的算數運算 你可以從tutorial裡頭去找到這一張的這個立體 那我們用一個叫做using math operator 這樣的一個程式 那前面這些架構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我們只討論裡面比較重要的這一些片段 那這個原因是這樣 我們如果只是會宣告變數 然後儲存變數內容設定儲值等等 那這還不見得有太大的用處對不對 那我們希望能夠有用的話 那麼就是這一些變數跟這些數值 要能夠進行這個計算 好 那個很早的時候 我有聽 有一次看到一個數學系的一個教授 他寫他多年來在數學天地打賺的這個心得 他其中有一句 我記得 其他的我有點忘掉 那他裡面提到的叫做加減乘除數中金 那個數字的數中間的中 然後金華的金 好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看到的很多的這個計算 有的很複雜 例如微分 例如積分等等這些東西 但是這一些或者是如果你有學一些工程數學或者高維的話 那有很多奇怪的這一些 這一個超越函數或者sin cos 特殊函數等等這些東西 好 那麼所謂的加減乘除數中金的意思 就是說不管我們後面想到了這一些多複雜的這一些演算的這個方式 那麼其實他背後要得到這個數值的時候 都還是使用這個加減乘除這四種運算作為基礎 那也就是說幾乎所有的數學運算都是在做加減乘除而已 那即使是開方什麼等等也都是在做加減乘除 可能各位有沒有看那個有一部電影叫做這個關鍵少數 My Nori 有看過嘛 對不對 在關鍵少數裡面在美國的太空計畫裡頭 他們需要去計算這個太空船繞地球的發射的軌道高度 然後什麼時間應該啟動火箭以便迴航地球等等 做很多複雜的計算 可是做這些計算的人是誰呢 就是一些計算工 也就是說在那個電影裡面看到的 就是一堆這些婦女在專門做這些計算工作 那你說這些計算小解他會積分會這個微分嗎 應該不會 可是他們只要能夠做加減乘除 然後這個所有有關 比方說微分積分等等統統計算 最後也都可以化減成為這個加減乘除的計算 好 那因此 這個我們要讓電腦來做很多的這個運算的話 那我們要能夠知道如何讓電腦做加減乘除 好 那麼在這個我們的C-Sharp裡頭 要做這個加減乘除的時候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你的這個變數 加上一個加號 減號 乘號 除號就可以 好 那因此在這樣一個例子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加減乘除的這種計算方式 那在這個地方 這個程式裡頭 那我們現在附帶說明一下 另外一種輸入數值的這個方法 好 記得我們在上一週的這個課程裡面 我們談到輸入的時候 它輸入的東西是一個自竄 對不對 我們用console.reline 把這個你的鍵盤輸入到return之前 那些自竄把它拿起來 然後把它變成是一個自竄 那所以我們從鍵盤所輸入的 利用console.reline得到的是你從鍵盤上輸入的自竄 而這些自竄 我們前面講過 它不是數字 它是代表這些字母的這些代碼 所以例如說這一個 我們假定一個數字 比方說8好了 那8這個整數 當你從鍵盤 key in 進去的時候 這個8並不是電腦裡面 並沒有把它當作數字的8看待 而是把它當作8這個字元來看待 所以你鍵盤輸入的時候 這個8電腦裡面所儲存的方式 是8這個字元的ASCII code 那這個ASCII code是不可以拿來做計算的 那因此如果我們要把這個輸入的整數 轉成是可以計算的數值 那這時候我們做一件事情 叫做Parse P-A-R-S-E 那這個Parse這個字的話 我們通常它的翻譯是叫做剖析 所以它會把一個數字的自竄 剖析成為一個數值 然後存起來 所以如果我們要把這個輸入的自竄 把它轉變成是一個整數的變數的內容 以便整數的內容可以進行加減乘除 那麼我們所做的事情 就是把Council.reline先經過Parse 而這個Parse它可以是整數的Parse 所以用一個int.Parse來做 這背後其實是這個C-Sharp的這個系統 System的這個Namespace裡面 它有一個專門管這個Integer 這種東西的這個類別 那麼這個類別裡面提供了一個function 叫做Parse 那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把這個自竄Parse成為這個整數的數值 然後Assign到這個X裡面去 好 那接下來這個也一樣 你把這個讀進來的東西 Parse成為Y進去 這個樣子 好 那這樣子以後 Integer的X跟Integer的Y 就可以計算加減乘除了 好 那在這裡我們看到了Council.reline的另外一種寫法 你當然可以直接寫一個Council.relineX加Y 那這個時候的這個X加Y 它的數值會算出來以後 然後就會寫出這一個螢幕上面 好 可是呢 這個我們希望顯示出來的結果 是一個X加Y等於 然後把它的數值寫在這裡 所以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就用雙引號 我們知道Council.relineX加Y 寫的東西就是雙引號裡面的內容 對不對 好 可是這雙引號的內容裡面 假如你有好幾個地方 是要依賴這個某些東西的計算結果的話 那我就可以用一個大瓜糊來表示它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寫說X加Y等於大瓜糊0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你在螢幕上寫的就是X加Y等於 然後這個大瓜糊0會用這個豆點後面的第一項的內容 數值把它放進去 好 那因此假如你這邊輸入的是3 這邊輸入的是5 那這裡加起來的結果這邊是8 那因此它就會把這個大瓜糊裡面的0代換成8 所以你就會看到螢幕上面所秀出來的第一行是X加Y等於8 這個樣子 好 那依此類推 所以如果這個是3這個是5 那第二行就會是X-Y等於-2 那再來就是X乘以Y等於15 然後再來X除以Y 好注意這個地方 我這裡用了一個除以這個符號 各位曉得這個除法 如果是整數的話 整數來相除的時候 那一般來說在還沒有學小數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 這個除法的結果 我們要求得它的傷和余數 對不對 好 那因此在C-Sharp裡頭 兩個整數如果相除的話 用這個slash符號寫在一起的時候 它代表的是X整數跟Y整數相除的時候 所得到的傷 而這時候所得到的余數 怎麼求呢 就用一個百分號來求 所以就是X百分號Y代表的意思 就是這個X除以Y的余數 所以如果X等於3 Y等於5的話 這個第四行所顯示的 就是X slash Y等於0 因為3除以5的傷是0 然後X百分號Y的結果是3 因為它的余數是3 好 那這個是整數的這個情況 那如果你輸入的是這一個小數的時候 那麼這裡就應該改用double pass 然後把它assign給一個double的X 或者是double pass 然後assign給double的Y 那這個時候 X除以Y這個地方 它就會出現這一個 它小數點除完的這個結果 那就會在這裡跑出來 那另外小數跟小數要做這個求余數 好像也可以算 但是我很少用到這樣的東西 所以就不管它了 那一般來說 我們就是考慮這個整數的傷跟余數 然後這個伏點數的話 就只考慮這個slash除完的結果 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這裡面 我們用到的這些算數的這個計算 那麼加入計算的這些東西 我們叫做運算源operator 所以例如這裡的X這裡的Y 這個叫做運算源加減乘除和百分號 這一些就是所謂的這個運算值operator 那麼除了加減乘除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這個等號 那個東西也是一個這個運算符號 我們把它叫做這個assignment operator 它的assignment的這個運算值 好 那我們剛剛看到了 算數的運算值就是加減乘除 還有百分號求余數 那這一種我們叫做磨數的這個運算 就是找出它的這個余數出來 那當然我們的加減乘除 它依照我們所知道的算數的這個優先順序 所以先乘除後加減 但是它也接受這個瓜乎 所以當你要改變這個計算順序的時候 就要使用這個瓜乎 剛才我們已經講過一些形別轉換的問題了 對不對 所以概念上其實就是說 等號assignment的這個左邊 通常是一個變數的名稱 然後等號的右邊 assignment的右邊是一個計算的結果 或者是特定的這些數值 好 那因此這一個我們在計算機裡面 C sharp裡頭我們的常見到的情形程式敘述 就是把這個assignment右邊 有一個計算或是什麼樣的東西 把它算完以後 然後assign到左邊這個變數 它所代表的記憶空間那邊去 所以例如我們可以看到B value等於254 這個意思右邊這個254是一個integer 因為它的 default是integer 然後這個integer設定成是B value 好 那因為254這個值 它沒有超過byte的範圍 因為byte的範圍是0到255 對不對 所以這254是合乎這個byte的範圍 所以這個敘述是ok的 好 那因此它就會把這個8個bit裡面 把它擺進去這個代表254的0和1的組合 好 但是在下面這一步 我們講過右邊是數值或者是計算 然後左邊就是這個變數名稱 好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的B value乘以2以後 再放進去這個B value裡面 那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這個254乘以2是408 那408已經超過這個byte 所能夠放進去的數字的範圍 所以你的程式如果執行到這裡的時候 它就變成是一種overflow的這個情況 那麼這個程式就會警告你這裡出錯了 好 所以各位看這裡就是一種semantic error 你在建置的時候可能 它可能抓得出來 可能抓不出來 可是你等到執行的時候才發現有問題 它可能跳出來說 這裡超出你的overflow的這個情況 好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可能就要用那個debugger開始去找 然後在什麼地方這個B value會變成超過這個255的這個地方 好 所以這個是一種可能發生的錯誤 那另外一種是像這個樣子 B value還是byte 但是沒有宣告它是多少 然後AA是一個integer設定成0 那這時候即使你是把0加0 那你把它assign成B value的時候還是會錯 那這時候的錯誤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AA在這裡宣告它是integer 所以它是64位元 那這64位元呢 然後B value是8個byte 是只有8位元而已 那因此你的64位元要把它塞到8位元裡面去 這個就有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就發生錯誤 那再來第三個這個例子呢 也是那這邊0是一個double的表示方法 有64位元 這個f float它是這個32位元 那我們把64位元的0放到32位元的f 這還可以 好 可是接下來這裡呢 我們把這個0.1跟0.1加起來 把它assign到f以後 這就出問題了 各位曉得 計算機裡面它是用0和1來代表這些數值 對不對 組合 所以這個0.5 假定是0.5的話 那麼在這個伏點數裡面表示的時候 就是這個0.1 然後二金位 所以就是2的負一次方的意思 那因此呢 這個你用二金位表示的時候呢 這個後面這些東西呢 就是要乘上2的負1 2的負2 2的負3等等 好 那所以以這個0.1為例 它用這一個二金位表示的時候 它必須表示成是一個無窮小數 了解嗎 也就是說用二金位表示的時候 它是可以算到無窮多位的 因此這個0.1它會把double的64位元全部都占了 然後再來這個0.1也是把這個全部都占了 那這兩個64位元的東西相加以後 結果結果還是64位元 而且是很無窮長的這一個表示方法 那64位元就把它截掉 只取到其中的地方 好 那anyway呢 這邊是64位元表示出來的 這一個很長的小數 那你這一邊這個float呢 只有32位元 所以它塞不進去 那這裡又發生一個問題 好 注意 就是我講的 這個0.1我們看好像是很漂亮的數字 但是在電腦裡面 它會沒有辦法表示出exactly的這個0.1 所以它一定會變成是0.101 類似這樣的東西 然後有很多位 然後到最後某地方就要卡掉 那麼被卡掉的那一部分 被卡掉的那一部分 在這一個我們的這個術語裡面來講的話 有一個名稱叫做Round of Error 就是捨去誤差Round of Error 好 那因此電腦的這個數值運算裡面 很多的這個數值方法 在計算各式各樣東西的時候 常常都需要考慮這些Round of Error的這個影響 所以也就是說 當你的這個計算越來越多的話 那你有可能就產生一些這個誤差 那這些Round of Error就會出現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進行計算的時候 除了加減乘除之外 那我們很多時候還會需要一些特殊的這個計算結果 那這些計算結果 這個我們經常會用得到 那因此這些經常會被用得到的這個計算 那麼我們的這個C-shop裡面的System裡面 他準備了一個class叫做Math Math 那麼這個Math裡面把一些常用的這個數學函數 叫做基本函數 那這些基本函數可以方便你做實際的這個計算 那麼這些常見的函數包括 例如SQRT代表的是平方根 所以這表示這個SQRT2 那就是代表這個2的平方根 那這裡跟你以前你所學的C語言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說你必須在這個SQRT的前面 加上Math.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C-shop把所有我們經常用到的數學函數 把它收容在這個Math這個class裡面 所以當你要使用這些函數的時候 你必須在前面寫上一個Math 另外在這個C-shop裡面它的命名有一個這個潛規則 這個潛規則就是這個變數名稱 通常以開頭小寫為這個開頭是小寫 然後每一個字後面接的每個字直接加上去 但是每一個字的開頭要大寫 所以這個是一般寫C-shop語言的這一個命名 或者命名的一個慣例 所以你可以參照這種方式 那如果是這個python的話 他可能就會喜歡在中間用underscore 去連接不同的字 但是這個C-shop這邊的話 我們習慣上是使用這個每一個字開頭大寫 這樣把它拼在一起 那所以這個可是第一個字母要小寫 那麼在這個 你如果要用到一些韓式的話 那麼韓式的名稱還有class的名稱開頭大寫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的sqrt開頭就是大寫 對不對 那Math這個m就是大寫 對不對 又例如我們前面的console.rightline也是一樣 遵循這一個他的這個潛規則 所以你可以看到console的c大寫 然後rightline的w大寫 然後rightline是兩個字拼起來的 所以第二個字的line那個l也要大寫 所以這個是比較我們習慣的這一個命名的方式 那那個也許你如果這樣用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那當然這個如果你有那個習慣的這一個命名方式的話 那當然沒辦法你就改不過來的話 你照用也沒話說 那但是就是說這個sqrt裡面一般習慣是這樣的用 那這樣的話你可以整個程式看起來 他比較consistent 好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除了這個console.2以外 還有一點這個在以前我們寫很多數值預算程式的時候 很困擾的就是說常常要我們key in這個pi的這個數值 幾乎每個function你都要自己把這個pi給弄進去 所以這個是蠻麻煩的 那現在像csharp之類的東西呢 他就把常見的這一些常數 例如這個pi還有這個油拉長數 這個e自然對數的底 那他就直接用math.pi 你如果這樣寫 他就傳回給你一個 這個他系統裡面所產生最準確的這個pi的值 所以你就不需要自己再去弄這個pi了 那我們以前那個後來就是為了適應不同的電腦 所以我們就學到一招 就是說我如果要算pi的話 我就利用4乘上arctangent 1.0這樣子去算 叫電腦自己去算出這個pi的值出來 那可是現在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csharp裡頭 我們只要利用math這個class 它裡頭所宣告的這個常數pi 我們就可以得到pi的值 好 那因此如果我們要計算sin6分之pi的話 就使用math. 然後sin那個mathpi除以6.0 那這個他就會去幫你算出這個sin6分之pi的值 好 那麼我們前面才講這個加減乘除數中間對不對 所以這一些例如sin或者是square root 這些東西其實在電腦裡面產生這些東西的過程 也都是利用加減乘除而已 好 那再來還有一個 如果是財經系的同學 你們可能經常用到的 那就是這個 例如負力的這個計算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用到min次方 對 所以例如呢 如果我們要算的是2的0.5次方 那我們就使用math 然後dot pow 然後2.0 然後0.5 那0.5次方就跟這個square root是一樣 所以這裡你所看到的答案 應該要跟這裡所得到的答案是一樣的 好 那再來理工的同學 那你可能會使用到自然對數的這個計算 還有自然對數的底的這個次方 那就使用這個我們常見的esp代表這個1的這個幾次方 然後這裡就是這個以1為底的這個結果 好 那另外如果我們要計算一些以10為底的對數 所以例如在這個工程裡面 我們要計算說這個強度的比例是多少分貝 多少db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就需要計算這個以10為底的這個對數 那也一樣你就寫一個math 然後dot然後log10就可以了 好 那到這裡你一定會問我說 那麼到底這個math裡面有哪些數學函數是可以用的呢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那麼在這個微軟的這個網站裡面 math類別裡頭提供的這些數學的這個函數呢 我們可以在這裡都可以找到 所以例如說ABS那就是那個絕對值 還有ACOS那就是反餘嫌函數 對不對 所以你要算這個數學運算的時候 就到這個math的這個類別裡面去找 那麼到這裡接下來我們再來講的是常數的宣告 常數的這個應用主要是這樣子的 我們有的時候在這個程式裡面 那我們需要用到一個一直出現的這個常數 例如假定說這個我們例如像在這個關鍵少數的電影裡面 那麼要計算這個太空人的這個升空的這個軌道等等之類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預想到說他可能會經常用到這個重力加速度 這個9.8 這一個每秒平方 然後什麼之類的 那個常數 那這個常數呢 這一個你在這個程式碼裡面 那你可能很多地方計算都要用到這個g 這個值嘛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說我們在這個程式的敘述裡面 每次碰到需要計算這個g的時候 那我們的程式碼就寫一個9.8在那邊 所以每一個g的值都是9.8這樣寫完以後 那程式跑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太空人他升空的時候 那麼他的這個火箭該用多少推力等等之類 你可以把它算得出來 好 那因此這個你就發現說 那這個程式這樣運轉很好 好 可是現在假定這個同樣的問題發生在月球上面 也就是太空人抵達到月球登陸了 然後他要或者說登陸或者是要起飛的時候 那麼他的推力要怎麼計算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月球上面的重力加速度 大概是地球上的六分之一 所以我們就必須在整個程式裡面去尋找我們之前寫9.8的東西 把它統統找出來 每一個都除以6 好 那第一 這個事情很麻煩 因為你要把所有的9.8都給找出來 所以這個是很繁瑣的一件事情 第二就是說你有的把9.8改成9.8除以6 你想說為了審視我就利用這個IDE所提供的這個搜尋的這個功能 我去搜尋所有的9.8 並且自動的把所有的9.8改成9.8除以6 好 那會發生什麼結果 這種情形之下可能在某一個算式裡頭 剛好一個地方會跑出一個9.8 可是那個9.8並不是重力加速度 所以不應該要除以6 因此在這種狀況之下 那麼你去搜尋這個9.8並且把它改掉這件事情 那顯然就是這個挺麻煩 而且又可能會出錯的這個部分 好 那因此為了避免這種狀況發生 我們所用的一種方法叫做這個符號常數 那符號常數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可以在這個需要應用到這個9.8g這個值的時候 在查詢之前我們就宣告一個 這個比方說doubleg等於9.8 OK 好 可是這個doubleg等於9.8這樣宣告以後 那麼後面所有地方 凡是9.8的地方 寫成4的時候就把它寫成g了 就不用再寫9.8了 那這樣一來 當你要把這個東西應用到月球之上的時候 我只要在前面一開頭這裡 把這個g從9.8改成9.8除以6 那就解決了 後面這些通通都不用改 對不對 好 可是這樣做還是有一個小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這個我們在程式碼過進展過程裡面 會不會有某一個什麼地方 把這個g的值給改掉了 那改掉了以後後面使用的這些g 就通通都是改過的這個g 而不是原先的這個g 那這個就有問題 那所以呢 為了避免發生這種常數 被不小心修改掉 那麼我們可以在宣告這個常數的時候 前面把它加上一個CONST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g等於9.8 前面加上這個CONST以後呢 我們就會發現到後面這邊有任何一個地方 你有不小心要去改這個g的話 那麼你的編譯器或者說我們在建置的時候 就會抓出這個錯誤出來 那麼你就很容易去找到 然後去修改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用這一種符號常數 CONST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好 除了這個以外呢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這個東西 這段程式碼要移到另外一個地方 去計算月球上的發射推力的話 那麼我們在搬過去以後 把這個前面這個g改成9.8除以6 後面這些地方通通都不用改 那就很容易多了 而且你又不必擔心說 這個g會不會什麼地方去把它改掉 因為你知道所有的semantic error裡面 這種錯是很難找出來的 因為你假定沒有這個CONST這個東西的話 你在這中間什麼地方把g改掉使得你結果不對 那這件事情 那個假定你的程式碼很複雜的時候 那這個問題會很難 你要去這個知道說什麼地方被改掉 然後答案是錯的 你要找這個錯其實不太容易 根據我們的經驗 那所以呢 這個用了這個CONST以後呢 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 好 所以這個是常數的這種概念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常數的設定 就是在前面加上CONST 那它的特性就是 它不能夠被這個程式碼裡面的地方去修改 那而且它對於我們要修改 維護這個程式的時候 是非常有用的一個這個概念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另外一個這個重頭系 就是地增跟地減的這個算子 那麼我們在上一禮拜有提到過 這個++是代表加1的意思 對不對 所謂的C-Sharp是++再++對不對 好 所謂的++就是一個地增的這個運算符號 那這樣子的一個運算符號 我們一般來講是比較沒有那麼熟悉 因為以前我所學的數學或者是算式 很少這樣子寫的 好 那我來看一下 先講為什麼要有一個這個地增 或者地減這樣的算子 我們剛剛講到說這個地增的話就是++對不對 OK 那這個++這種地增或者地減的算子 最早的時候是從C語言開始的 那在C語言之前的這個程式語言 並沒有這樣子的一個這個運算符號 那麼為什麼C語言要把這個地增 ++這個東西把它做為一個 這個計算機程式裡面的運算符號呢 這原因是我們發現在寫這個電腦程式的時候 尤其是在這個回圈控制等等之類的應用裡面 我們經常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一個整數加1 或者把一個整數減1 例如我們在假定我們跟電腦講說 這個以下這一些程式你要計算20次 好 那20次的話 那計算機得要有一個counter 一個那個計數器去計說現在算到第幾次嘛 對不對 每算完一次就要加1 是不是 所以經常要做這種加1的這種這個動作 那因此呢 這個整個程式設計轉成是這個machine code 或者是這個binary code的時候 就會發現有非常多的這個加1的這種計算 那麼所以呢 這一個c語言裡面就認為說 我們在硬體裡面可以把一些東西加速 那例如加1這件事情 他就可以在這個硬體裡面去把它做 然後當我們把這些運算轉成是底層的 這一個machine language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特別針對加1這件事情 把它特別的優化 使他可以速度特別快一些 那因此這就是為什麼 我後來發現很多地方 我們可以要求說計算機用plusplus 這種方式來進行計算的話 他的運行的效率會比較高 好 這是第一個 那另外呢 還有一種情況 在他們在以前的寫電腦程式 從4-1開始寫了一陣子以後 就發現說 這一個當你把它轉成是 這個組合語言的時候 另外一種情況也經常在出現 來 我們看一下 好 這裡是這一個我們的這一個 我們等一下把這個程式跑一邊看看 來 這一個 using increment 跟 decrease 的這一個 operator 好 那我們首先輸入一個 x 的這個出值 那這個 x 的出值從鍵盤上輸入 所以我們用 console.reline 得到一串這個數字的字串 那麼數字的字串使用 int.pause 把它 pass 成為一個內部用整數表示的 x0這個數值 那假設這個 x0呢 它要加另外一個整數 那這個整數我比方叫做 add 叫做 add 那於是呢 我又從這個鍵盤輸入一個數以後 然後把它 pass 成另外一個整數 add 好 接著我們就把 x0 assign 給 x 然後把 x 加 add 那 x 等於 x 加 add 所以注意看這個地方 你這樣一個寫法 以我們以前所學的算數跟數學來看 是不合理的 因為這個東西 如果你把它當作是等號的話 那左邊跟右邊絕對不等 不可能的 可是我們講過在計算機程式設計裡面 這個等號所代表的意義是 assign 因此它代表的意思是把右邊算完的數值 存到這個 x 的這個變數的記憶空間裡面去 好 那所以這個我們可以說 把這個這裡輸入的 x 那個變成 x0 變成 x 然後跟這個所進來的 add 加好以後 變成 x 這樣子的一個計算方式 就是說把某一個變數 它本身的值加了某一個值以後 再放回這個本身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那個 CPU 裡面是怎麼樣做這些加法 好 那在 CPU 裡面它要做加法的時候 它通常是這樣子的 我們在 ALU 裡面會有一個 accumulator 然後有兩個來放說 這個你要進行計算的這個數值 所以在這個問題裡面 這個 x 等於 x 加 add 這裡 它首先要從這一個 RAM 裡面 把一個 x 露得進來 把 x 露得進來 然後再從另外一個地方 把 add 露得進來 然後這個 CPU 就把這個 x 跟 add 經過一個計算以後 你得到一個暫時的這個結果 這個暫時的結果 比方就叫做 x 加 add 加好 加好以後 然後我們再把它放回去這個 x 這裡 好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步驟是 CPU 它處理任何兩個整數相加的時候 它的步驟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用一個 register存其中的一個變數 另外一個 register存另外的變數 然後把那邊加好 加好以後 在這個 accumulator 裡面算完以後 再把它放回去 這個可能是這個某一個這個地方 然後再把它送回去這個另外一個地方去 那我們這裡是剛好回到 x 這裡 好 那麼一般性的這個加法的話 比方說 x 加 add 之後放到 z 那這個就一定要這樣做 沒有辦法 對不對 好 可是這個我們這裡所做的 是從 x 這邊出來 然後再加 add 然後放回去原來的 x 所以在這裡面它可以在中間的這個步驟裡面 它有一個地方可以省掉一步或者兩步的步驟 因為它開始的這個東西跟最後要放回去的是同一個地方 所以在把這個 x 等於 x 加 add 轉變成為這個機器語言的時候 那這中間這個細節我沒有辦法很仔細的說明 就是說這一個它這兩個東西加好再擺回原來的地方 它會比你把它變成是 x 加 add 等於 y 把這個結果送到 y 過去 這樣子的這個做法會比 y 等於 x 加 add 要快 那所以我們針對這一種情況來特別處理的話 那它在這個底層的這個機器語言裡面的效率會提高 然後這個你的整個這個程式碼會有很多這個底層的 machine 的 code 那在底層的 machine code 經常需要做這一種本身相加一個值 或者是加一這種東西 那我們的這個硬體裡面把這一類的運算加以這個 U 化 那因此這個就可以使整個電腦的這個程式的效率提高 那所以這個就是 C 語言它引進這一些特殊的 operator 它的這個用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的寫法是沒有 U 化的時候的寫法 所以這個結果我們等一下來跑一下看看 好 那可是如果我們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加等於 x 加等於 那這個你可能剛看的時候會有點別扭 你要過一段時間去這個適應它 好 x 加等於 add 就等於這個意思 所以 x 加等於 add 就是 x 等於 x 加 add 的意思 好 那因此呢 如果你寫成這樣子的話 建置的時候它要轉成是這個機器語言的時候呢 它會把這樣子的一個寫法用比較 U 化的這個方式去計算 那因此呢 會得到比較好的效率 好 那如果這個東西呢 要重複幾千次 幾萬次 甚至幾百萬次的時候 你在這裡這一個跟這一個比較的一點點這個差異 U 式呢 經過幾萬次 幾百萬次計算以後 它會變得很快很多 好 所以這個是這一個常用的一個做法 所以利用一個加等於來表示把某一個變數 加某一個東西以後再放回原來這個變數 那這是所謂的加等於的這個意思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這個 plus plus 這樣子的一個 operator plus plus 就是代表加一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一個我們如果寫 x plus plus的話 它的意思就是我們的 x 要把它的內容加一 以後再把它放到 post 裡面去 post 那這個 plus plus呢 加在後面跟加在前面 都是代表加一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們把它放在後面的時候 你這個 post 的結果 跟你把這個 plus plus x 以後 再把它放到 pre 的結果 理論上應該是一樣的 你可以看到 x 等 x 0 所以 x 0 加 1 這個結果就是 x 0 加 1 對不對 所以 post 就是 x 0 加 1 那這一個的話 這個也是把 x 0 加 1 再放到 pre 所以這個時候 這一個也是 x 加 1 的這個情況 好 但是呢 這一個 plus plus 擺在後面跟擺在前面 在很多情形之下 其實是會有差異的 好 那我們等一下 再仔細的說這個事情 我們先把這個程式稍微跑一遍看看 那麼這裡就是跟上面一樣的這個程式 我們先建置 啟動不增錯 好 那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要輸入這個 x 的出值 好 那我們測多少呢 假定是 12 好 那 12 你要加多少呢 比方說 5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12 跟 5 那麼你可以看到這個 12 加 5 等於 17 17 再放回 x 所以結果等於 17 x 的值是等於 17 那麼如果我們把這個 x 是使用加等於的話 那它的結果也是 17 所以這兩個一樣 那表示這樣寫也可以 這樣寫也可以 但是呢 程式執行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寫法會稍快一點 雖然我們目前看不出來 那接下去呢 這一個 post 等於 x plus plus 好 你看這裡就有點差別 這個 post 等於 x 加 加 然後你知道這個寫法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我們的這個程式敘述 我們這樣寫 post 等於 然後呢 是這一個 x plus plus 好 那在這邊呢 x 是等於 12 那個 對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把 x 定為 12 對不對 所以 x 等於 12 好 注意看 這樣的一個寫法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的是這個敘述 其實是兩個敘述所構成的 一個敘述是 post 先讓它等於 x 那第二個敘述是 x plus plus 所以如果我們寫 post 等於 x plus plus 的話 它的意思是先把 x assign 給 post 然後再執行把 x 加 1 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個是這種情況 好 那因此呢 你可以想見 這個當 x 等於 12 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輸出裡面的 post 會是多少 12 對不對 那我們的 x 會是多少 輸出的 x 就變成 13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這邊 post 等於 12 然後這裡的 x 等於 13 好 那如果說我們用的是另外一個寫法 x 等於 12 然後呢 這一個 pre 是等於 x 等於 x OK 好 同樣的 我們這樣寫的時候 它的意思其實也是相當於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是把 x 加 1 第二個步驟是pre 等於 x 就是這一邊把x加好以後 再assign給這個pre 那因此如果這裡是x是12的話 那plus plusx就是13 x就是13 那這裡的pre呢 就是等於13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的這個pre是13 那這裡的pre也是13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plus plus這個符號 那麼它可以用在這個變數 要increase的變數的前面 或者是後面 都可以 可是擺後面跟擺前面 如果又跟別的這個運算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有差別 OK 那你可以看就是說 它實際上執行的是這一個 或者是這一個 可是我們把它寫成這樣子 寫成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第一是你的程式碼看起來比較簡潔 對不對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這一個類似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剛剛講過 這個plus plusx呢 在這個硬體裡面有經過特殊的優化 因為plus plusx經常出現 因此我們把它寫成這樣 或者寫成這樣子的時候 那麼在這個硬體計算的時候 會得到比較好一些的這個效率 OK 好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這個程式語言的設計者 他們要放進去這個plusplus 或者是minus minus之類的這個算子 那我看到剛才我們有介紹了這個 加等於plus equal 還有plus plus對不對 那類似加等於的呢 當然還會有這個減等於 或者是乘等於 或者是除等於 或者百分號等於 這樣的意思 那這些算法都一樣 都是x等於x 然後運算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放回來這個x裡面 好 所以這個是這個所謂的assignment 自己assignment的increment的這種運算值 好 那再來這一種plusplus加1 minus minus減1 那就是因為在這一個系統的 這個遞回計算裡面的時候 那麼plusplus加1或者減1 這個在我們的這個程式碼裡面 會經常看到這一類的計算 那麼因此這個我們特別設計這樣的預算值 來讓它可以這個加速 好 那再來我們提到了這個plusplus 或者minus minus呢 它可以擺在你想加1或者減1的這個變數之前 或者是之後 那之前的話呢 叫做前置的預算值 prefix 那放在後面的話 就叫做post fix 放在後面這裡 好 那因此呢 我們剛剛提到的話 如果是這個放在它前面的話 那就是先算完這個plusplusx以後 才assign給這個result 那如果你是放在後面的話 那就是這個優先順序是由左而右 對不對 所以就先把這個x assign給result以後 再把這個x加1 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理解到 這個d真或者d減這樣的一個算符號 那麼在c sharp或者是java 可能我忘掉這個python有沒有 那就是在現代的這一些高階的語言裡面 是經常出現的這一些運算符號 所以這個不妨就是嘗試著盡量去這個適應 這樣子一個寫法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到這個第六節了 不過這個東西一時也不太容易這個 講了這個太多 不過我們還是稍微講一點好 那個 好 如果說這個我們的電腦 現在第一個 我們可以要求它輸出這個某個內容 這是第一個 第二 我們可以利用console.reline 然後這個從鍵盤輸入一個自傳 對不對 然後我們學會利用parse 把這個輸入的自傳轉變成為數值 OK 那麼再來我們學到了這個算數的加減乘除 酸餘數的計算的operator 我們也學到了這個利用math這個class裡面所提供的各式各樣的這個數學函數 包括sin cos 根號對數指數等等 那有這些東西 這個電腦它威力已經相當的強大了 好 可是呢 這一個 還有一點 這個電腦還不是很聰明 為什麼它還不是很聰明呢 因為它只會根據你所設定的程式碼的敘述 從開頭執行到最後 那麼它沒有辦法這個隨機應變 也就是說當你的計算這過程裡面發生一些什麼樣的特殊事件的時候 那麼這個電腦它沒有辦法去處理 那因此我們得要想辦法說這一個告訴電腦說 當什麼事件發生的時候你應該要怎麼做 好 那因此我們必須要學會去描述這些發生事件的這個情況 那發生這個事件呢 這個基本上這個我們要描述所發生的事件呢 都需要用到一些這個數學或者是這個字串 或者是字圓等等之間的這個關係的這個比較 因為只有你去比較這一些算幅的這個預算源的這個結果 那你就可以來判斷這個什麼情況有發生 什麼情況沒有發生 對不對 好 那因此你要讓電腦聰明到 可以由這一些的結果判斷出來以後 來執行不一樣的這個動作的話 那我們先要讓電腦知道如何去這個 我們必須要曉得如何去對電腦描述說 你應該注意的是什麼樣的一個特殊情形 所以當我們要去檢驗某一個事件什麼發生的時候 那我們要觀察的是這些變數 他們彼此之間的這個關聯 那麼在數學上面這一個兩個變數之間 它的內容結果的這個比較 我們可以知道有這些基本的這些關聯 就是包括兩個這個term是不是相等 那麼左邊的term是不是大於右邊的term 左邊的term是不是小於左邊的term 然後不等於這個就是說 左邊的term是不是不等於右邊的term 那這個你就會想成是不等號裡面的那一數 所以就是有一個驚嘆號再一個等號 那如果你考慮的是大於或等於的話就是這個 那小於或等於的話就是這個 好 那我舉一個這個大概的例子 你就知道說類似這樣的一個東西是應用在什麼狀況 好 例如說這個假定你要寫一個計算機程式 要去計算這個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根 a x 平方加 b x 加 c 等於0 你要解這樣的 x 於是你知道它有公式解 就等於2a 分之負 b 加減 根號 b 平方 減 4ac 那麼這裡面最關鍵的就是判別式 b 平方減 4ac 對不對 所以這個 b 平方減 4ac 依照它的這個正負或者是0 三種不同的結果 那麼你所算出來的 x 會不一樣 對不對 好 那因此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計算 b 平方減 4ac 比方說令這個值等於變數 delta 那於是根據這個 delta 如果它等於0 我們就直接知道說 x 等於2a 分之負 b 對不對 好 那如果 delta 大於0的話 我們就知道它有兩個十根 對不對 那如果 delta 小於0的時候 那我們就曉得說這個時候解出來的兩個根 是共2負數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三種狀況 你的程式必須分開處理 分開處理 所以你的電腦必須聰明到去區分這三種狀況 以便得到這個正確的這個結果 好 所以這是一個這個應用 這一種這個所謂的關聯運算值的這個例子 那這個關於這個關聯算值的運用 還有一些不我的這個運算呢 那我們等到下一週再來為各位說明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個地方 我就能必須回答 在這兒說明 回答 我們請教授你 回答 我們請教授你 回答 我們請教授你 你們請教授 我們請教授你 選擇 我們請教授一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